这是八大错系列的第二篇 这一篇里要讲述的内容 是2015年的股灾和2016年开始的地产去库存 同样的 这两件事也都对中国经济造成了持续的不可逆的巨大伤害 2013年以后 由于错误的腾笼换鸟政策的强制推行 企业主丧失信心 工业投资不再增长 中国的股市场 中国经济其实已经随之丧失了增长性 与此同时 网络金融行业在2013年壮大起来 从银行吸纳走了太多资金 而银行为了与之对抗 又大肆推行表外业务 也就是在正式的贷款业务之外 将大量的表外资金用鱼头放高利贷 为了治理这种金融乱象 国家的板子没有打在乱象横生的网络金融领域 也就是不去清查P2P行业和蚂蚁金融 却反而在2013年6月份 勒令银行限期清理表外业务 这种搞法逼迫银行轻退表外资金 当场就引起了银行的短期资金周转困难 于是钱荒当即发作 从6月份一直发作到年底 银行之间进行资金短期拆解的年华利率 整整大半年都维持在10%以上 一领导月末和季末就会超过50% 银行手里资金周转困难 于是只能从客户手里抽回贷款 以补充流动资金 央企国企这种大客户 银行不敢得罪 于是就从民营企业手里大规模抽回贷款 毫无疑问 这对当时已经被腾笼换鸟政策 整得愈鲜愈死的民营企业来说 属于雪上加霜 于是2013下半年和2014上半年 就是这种民营经济苦苦挣扎的氛围 到2014年5月份 中央政府突发奇想 要人为的把股市推上去 营造出经济新兴向荣的氛围 希望股市可以取代银行 成为企业融资的主通道 与此同时 由于当时只要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 就可以逃避监管的风气 证券公司 信托公司 以及各种奇奇怪怪的小贷公司 纷纷迎合人造牛市的政策 向股民提供杠杆炒股所需的配资 并将这种杠杆借款标榜为金融创新 在当时 不需要任何资质审查 也没有任何封控措施 只要你开通股票账户 就可以10倍 20倍的从各种机构 拿到炒股的杠杆资金 舆论上也是疯狂的宣传杠杆 炒股的造富神话 一周挣千万的股市 在全国范围内到处流传 至于上证指数 2014年6月底还是2036点 此后猛烈上升 到2014年底 已经上升到了3,235点 这个时候 中国人已经普遍陷入了癫狂 他们身心 只要持续的加杠杆 持续不停的买入 那上证指数上升到1万点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于是 数以万亿的杠杆资金 持续的投入股市 由于提供这类杠杆借款的主体太多 事实上最终有多少钱 投入到了这场疯狂的炒股盛宴 根本就无从统计 2015年6月12日 这一天是星期五 上证指数达到了巅峰的5178点 到这个时候 纯粹依靠杠杆资金支撑的人工牛市 轰然倒塌 我们必须永远的记住一件事 任何依靠杠杆资金炒作支撑起来的价格 都必然会破灭 无论是股价还是房价 它涨起来的时候有多疯狂 破灭的时候就有多凄凉 时间只不过是过了一个短短的周末 6月15日 股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 期待着股市重新开盘 然而 就是从这一天开始 噩梦正式开启 当天户指下跌2% 在之后就是千股跌停阶段 每天都有上千只股票跌停 股民们拔掉电源关掉显示器 但是股票依然还在跌停 越是加杠杆的吵架 死得就越惨 资金越是夺路而逃 就越是逃不出去 到2015年底 户指跌到了3519点 无数人得一生的财富 自此灰飞烟灭 事后 对于股债引发的资金损失 因为整个金融体系的混乱 对于杠杆 炒股资金 彻底的丧失监管 也根本无从统计 此后 户指一路阴跌 股市也彻底丧失了挣钱效应 八年后的今天 户指还在打所谓的 3200点争夺战 而这一场人为的股灾 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根本就不仅仅 局限在股市以内 其中一个恶劣的后果 就是外回开始 义无反顾地撤离中国 整个股灾期间 中国政府的应对 可以说令人瞠目结舌 令全世界金融圈都惊掉了大牙 先是禁止做空 废除了股指期货市场的空单功能 到现在这一刻都不恢复 然后宣布成立就是基金 每天早上开始挤牙膏一样的工作半个小时 行为规律 倒可以精确到每一笔买进的操作 然后就掩齐息股 放任股市继续暴跌 离大谱的是 连就是基金都能爆出老鼠仓操作的丑闻 到2016年初 证监会更是搞出无可言喻的熔断制度 于是整个股市有事没事就熔断一把 跌得老百姓连看盘的勇气都丧失殆尽 这种种扭曲到别致的操操作 令外资目瞪口呆 于是决然撤离 体现在数据上 2014年是中国外汇储备的峰值年份 38430亿美元 2015年下降到33304亿 2016年继续下降到30106亿 此后就在3万亿出头的水平上徘徊 不负有任何增长性 无论中国通过外贸出口 挣了多少外汇 外汇储备也不再增长 而相应于外汇储备丧失增长性 中国的货币发行机制 被迫发生了根本变化 自2001年加入世贸之后 通过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 印出对应的人民币 是人民币最基础的发行机制 但是2015年之后 一切戛然而止 外汇储备不再增长 于是央行再想印钱 就只能被迫改变印钱机制 转而借钱给商业银行 依托商业银行手里的债务信用 来发行人民币 体现在数据上 就是央行资产中的外汇占款的占比 2013年达到峰值的83.3%之后 就持续的坚定的下降 到2022年已经下降到51.5% 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 占比则从2013年的4.1% 猛烈上升到2022年的34.3% 这意味着人民币的信用 已经越来越脱离外汇信用的支持 转而依赖中国各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作为信用支撑 而中国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实在是无法令人放心 于是人民币的汇率近年来也是持续下行 所以说中国现在这一刻的汇率失手 根子上的起因就是2015年的股灾 股灾对中国经济带来的恶劣影响一直在持续 即使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年时间也还是无法消化 然而股灾带来的后果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为了应对股价的暴跌和外资的快速撤出 中央想出了一个更骚的办法 人为的推高房价 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房地产泡沫浪潮 自此席卷全国 事实上 2014和2015年的房地产市场 在当时严厉的地产调控措施之下 已经有了收敛的迹象 销售面积下降到了13亿平米以下 房价的涨幅也已经趋于平稳 全国的均价稳定在6000多块 按这个趋势走下去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大体上还能稳得住 至少20年内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但是在人为造成的股灾之后 政府已经管不住自己爱乱动的手 于是2015年12月 中央城市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 明年经济社会发展五大任务之一 就是化解房地产库存 自此之后 所有的房地产调控措施 在一夜之间被全部取消 包括限购 限贷 限炒 限价在内的所有措施 均被各相关职能部门取消 并且还反过来 所有政府部门 包括银行 都对房地产开发及销售 提供巨大的便利和支持 再之后就是群魔乱舞 地产商拿地没有了任何顾及 疯狂的高价拍地 老百姓也不再有任何友谊 不计价格的抢房 一时间 房地产市场变得跟2015年 股灾之前的氛围一模一样 老百姓深信 只要买到就是赚到 隔天房子就能升值500万 过一个年 就有上千万的盈利 体现在数据上 2016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就达到15.7亿平米 2018年达到17亿平米的极限状态 并一直维持到2021年 当年度的销售面积17.9亿平米 这就是历史的最高值 到达这个高度之后 中国人的钱包终于被稀释得干干净净 房地产的泡沫 自此轰然破灭 对于2016至2021年这6年的地产泡沫 对于中国经济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我这里用下面的这两组数据来进行说明 第一组是财政数据 是个行业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占比 房地产行业由于其特殊性 对财政既贡献税收又贡献卖的收入 这里进行了全口径的计算 2014年 房地产业对财政的贡献比值为36.4% 2015年下降到了30.2% 此后地产去库存政策开始推行 比值开始迅速提升 2017年突破35% 2019年突破40% 注意 这里算的还是地产行业对财政的直接贡献 事实上 制造业 金融业和建筑业贡献的税收里 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 是由房地产业间接拉动的 这么算起来 房地产对财政的总贡献率超过50% 财政对房地产行业就此产生了畸形的依赖 而一旦地产泡沫泼灭 房地产行业对财政的贡献值剧烈下降 这种伤害对于财政来说是不可承受的 2022年的税收年间数据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们还不知道地产行业的纳税额 但是卖地收入已经有了7.79万亿 同比2021年的9.80万亿 将付20.6% 2023年上半年 卖地收入2.35万亿 同比去年同期的2.80万亿 继续下降16.1% 按现在的趋势下去 今年为的卖地收入大概率到不了5万亿 相对于2021年峰值的9.8万亿来说 这就是腰斩了 财政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承受这5万亿规模的年收入减少 再怎么勤奋的发债都不可能补上这个缺口 所以7月24日政治局会议 再次强调了房地产的支柱性地位 尽可能地想要再次提振房地产市场 以维持财政收支平衡 然而老百姓的钱包已经被吸干净了 就7月份的前20天 根据疫区的数据 50成房地产市场新房销售 同比再次下降37% 购买力没有了 口号喊到天上去 都没什么用处 第二组是人口数据 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猛烈上涨 结婚人数剧烈下降 年轻人买不起房 也无从享受与住户和户籍相绑定的各种社会福利 自然也就放弃了婚姻 2013年是中国结婚人数的峰值年份 因347万对 此后就迅速下降 到2022年下降到683万对 降幅达到了49.3% 没有了婚姻 当然也就没有了新出生的人口 指望80后的母亲继续生二胎三胎 是不现实的 2016年人口出生数达到了1803万的短期峰值 此后就猛烈下降 到2022年下降到956万 降幅47.0% 在地产泡沫的冲击之下 中国的婚姻和出生人口数据都在短时间内出现了腰斩的情况 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承受新生人口如此猛烈的下降 新生人口缓慢的下降是可以承受的 可选的应对方案很多 包括增加移民 延迟退休等等 但是在短短6年内 新生人口减半 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承受 对应用而制品行业的冲击 对教育 医疗的冲击 对服务业的冲击 全都会迅速体现出来 并带来全方位的萧条 而这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承受的后果 对这一段历史 我唯有列出最详尽的数据 力求给出相对公正的评价 或许百年之后的国人 再重新回看这段历史 他们才能真正总结出 那种骨子里的荒谬吧